三十二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 则是颁发给音乐教父罗大佑 他纵横华语乐坛超过四十年 影响力深远 在上台领奖时不忘勉励后辈 让全场音乐人起立鼓掌 金曲奖为了向罗大佑致敬 更邀请到黄韵玲 告舞人 佳佳 老王乐队 还有歌手金志涓 带来一场跨世代的经典演绎 重新诠释罗大佑在不同时代的歌曲 歌词探讨台湾经济起飞后的 社会剧烈变迁 这是音乐教父罗大佑成名曲之一 在金曲舞台上 歌手黄韵玲自弹自唱 又向第三十二届金曲奖 特别贡献奖得主罗大佑致敬 必然在下我入行四十四年 才发现今天这个奖 跟最佳新人奖一样 一辈子只能临一次 综合乐坛超过四十年 罗大佑在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 几乎是用一人之力 成就了一场中文流行音乐的大革命 近年来还和不少新生代音乐人 跨世代交流 在华语乐坛有深远的影响力 必须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体验生命 写歌 台湾要做音乐剧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老先生 欧阶上在这边都没有停 你们的音乐人 歌手凭什么停 大家加油 勉励后辈继续在乐坛努力 为了表彰罗大佑对乐坛的贡献 金曲奖上也特别邀请黄运玲 金志娟 佳佳 老王乐队和告舞人 重现经典 一阵一阵的飘来 是秋天闹人的云 暂时要谈论说 哦 耶 仍难得再一次寻美 像之地伴侣 我离家庭 我搭受的地方 如我一生投资 在金曲舞台上 呈现罗大佑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 不论是流行 摇滚 民谣歌曲 罗大佑都能诠释 他上台领奖的这一刻 全场音乐人都气力鼓掌 向这位永远的rock致敬 记者台北综合不得